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日本的大创百元店 买的一些有关Halloween的东西 那么呢 都是一些和彩妆有关的东西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看下去吧 首先呢 我买了三款这个假睫毛 这是三款假睫毛贴 然后呢 再是两款这个 这个美甲贴 再然后呢 就是这个 应该是叫做眼线贴吧 其实呢 除了这些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很多种 就光假睫毛来说 好像就有八九种吧 但是那些我都觉得 我实在是用不上 我也不可能全买了嘛 因为我根本都没有用它的地方 所以我就挑了几款 觉得最可爱的 然后买回家来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买的这些假睫毛吧 那我们先从这个开始看起来吧 这个它的名称叫 Hola House 日语叫Hola House 然后这样挣过来 你们能看见 看见吗 很可爱 它是一个叫什么鬼屋吧 Hola House 这是一个鬼屋 然后呢 这有十字架 然后这是一些已经凸掉了的树啊 好那么这是我买的第一款 那你看它上演效果是这种的 哦我觉得真的非常可爱 只不过 嗯好像这么看来 它只不过是一个薄薄的纸片 给剪成了这个形状 不知道上演之后会不会很难受啊 对那么这是第一款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这一款 这一款叫什么 我看看它这里叫什么 啊这个叫Twinkelstar 是写的 英文有小小写 有没有 Twinkelstar 对 好那么这个呢 反过来看是这种的 就真的是好多小猩猩的连在一起那种 然后呢 这个呢 上演效果 是这样的 哦这个也很可爱 有没有 好 这个是Twinkelstar 那么 最后一个假睫毛呢 是这个 它也叫star 也叫star 那么它正过来看是这种效果 好 那么它上演呢 是这样的效果 好 那么这个是star 嗯 这三款呢 全部都是用纸片剪出的那种 像剪窗花一样 剪出来的那种效果 就是我也不知道 它带到 带到眼皮上会不会不舒服啊 然后哪天我试用一下 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好 这是三款假睫毛 嗯 接下来呢 是这两个 嗯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中文是不是叫美甲贴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反正日语就叫这个 Nail Seal Nail Seal 对 应该是这么叫 没错 然后你们看它的花纹 很可爱 有没有 全都是Halloween的 看 有没有很可爱 对 对 然后呢 最主要的一点呢 你们看哈 我的手指就是非常的大嘛 我的手特别粗特别大 一般呢 外面卖的那些美甲贴呢 它都尺寸非常的小 那么对于我这种手指非常大的人来说呢 就用不下 所以 但是你们看 这个就很大 有没有 就能够覆盖到我的纸面 然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寸来说 对我来说还是可以用的 然后呢 它是两款不一样的 这款是这种效果 然后这一款呢 是这样的 看 很可爱有没有 然后这个呢 这两个就可以放在大手指 都是非常可爱的 嗯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还会用得上吧 因为 做指甲 没有说话 眼妆那么困难 我决定呢 拿这两个来上指甲 试试看效果如何 好 这是两个美甲贴 那 最后两个呢 是这个 这个叫做眼线贴吧 嗯 这个呢 我昨天看日本的那个YouTuber网红 他分享的就是说 好像是说 他这个弧度 和自己的 眼睛的弧度 就是说没有很吻合 那么呢 他建议就是说 最好自己就是把它 形状稍微修剪一下 然后再贴上去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它都长什么样吧 来 看 最上面这个是小猫 小黑猫那种 有没有 这个就是这样的花纹 嗯 我最近对黑猫就特别有好感 我很喜欢收藏有黑猫的那种图案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可爱 看这种的 看这种的 然后呢是 这边就是这样 这一张就是 这是蜘蛛网对吧 蜘蛛网 然后呢 这是不是一个 骷髅头 对 两个骷髅头 反正都很可爱 嗯 那么这就是我最近呢 不是最近 是我今天买的 有关Halloween的大创百元店的东西 那么希望你们会 嗯 喜欢我的分享 好 那么我们下一次 视频再见吧 拜拜